6.利用每件物品每件事提醒你的灵魂 它已离自己的安息不远了 上帝的一切安排及他所造的一切 既然都是使我们最终得安息的手段 所有这些就都将我们指向其目的 上帝如今对我们的厚爱 若不预示着未来更大的厚爱 他就连其一半的甘美也没有 你若只接受上帝对你的怜悯 而忘记了对你预备的冠冕 就好比只收取少的可怜的定金 而忽略了全额付款 但愿基督徒都能按知此道 你可以翻开圣经 学着解开有关创世及赐福的书卷 从中你读到的是上帝和他的荣耀 这样做可使我们从每餐普通的饭食中 比多数人从圣餐中还能更多的品味到 基督与天国的甘甜 你若在世上亨通 就要因此更感受到你永恒的兴旺 你若因劳苦而困乏 就要因此让自己对永恒的安息更向往 假如事情不顺利 你就要因此更热切的渴望 哀痛 疾苦 永久止息的日子 你因食物和睡眠而恢复了精神吗 你就要因此想到与基督同在时 无法言喻的欢畅 你听见什么好消息了吗 你就要因此想到 听到上帝的号吹响 基督在掌声中宣判时 你将会何等欢欣鼓舞 你喜爱与圣徒团契吗 你就要因此想到天上的团契 将是何等完美的团契 上帝在与你的灵交通吗 你因此就要想到自己被极大提升的时刻 那时你与上帝的交通和喜乐将会变得完全 你听到罪人狂怒的叫嚣 看到世界混乱一团吗 你因此就要想到天国里蒙福的和谐 你听到战争的风声吗 因此你就要想到自己置身于完美的和平之中的那一天 你将永远住在和平之君的羽翼下 所以 只要我们有心利用 每种情形 每一受造之物都可为我们的属天生活提供便利 七 你要多像天使那样从事赞美上帝的工作 人的灵越是多以属天之事为业 就越能变得属天 颂赞上帝正是天上的天使与圣徒的工作 也是我们未来在永恒中的工作 我们如今越是多参与其中 就越会像我们将有的样式 可慕 信心 盼望 不及爱与喜乐持久 讲道 祷告 圣事 这类对我们信心盼望的表达与认定 同样也会止息 只有我们对爱和喜乐的欢声表达 将持续到永远 我在世上见到的天国最生动的象征 莫过于上帝子民 因深深感受上帝之尊荣与厚恩 内心充满了爱与喜乐 因此同声同心 用欢乐而美妙的歌声赞美他 圣徒的如此欢心 有如圣灵的见证 证明他们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很少知晓 把对上帝的赞美排除在我们的祷告之外 或只让赞美在其中占有极小的空间 却让认罪祈求充满我们的祷告 这是多么严重的亏待我们自己 读者啊 我要请你记住 你要让赞美在自己的属灵操练中 占有更多的空间 要事先想好 要为之称颂上帝的事 有如想好需要认罪祈求的事 为达此目的 你要尝思想主的荣美与良善 就像尝想到自己的需要和不配一样 你也要尝思想你受到的怜悯和上帝应许的是什么 就像尝想到自己所犯之罪一样 经上说 正知人的赞美是合宜的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上帝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本为善 要歌颂他的名 因为这是美好的 我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大卫就曾全力投入这属天的工作 他的灵难道没有因此成为最属天的灵吗 只是读到摩西的颂赞之诗和大卫的诗篇 我们的心不也有时能飞升到天上去吗 那么我们自己若是能闲熟而经常的投入这一工作 又能怎样提升我们的心使我们振奋呢 有些年轻人将本该用在这人类最崇高的工作上的脑力 体力浪费在了无意义的享乐和肉体的情欲之上 这是何等荒唐啊 不少圣徒容自己的心静默在抑郁之中 在抱怨呻吟中荒废时日 使自己的身心无法适任于美好而属天的工作 这又是何等的有罪和不治啊 他们不与子民同声颂赞上帝 反质疑自己是否配得这样做 眼睛只盯住自己的不幸 使上帝不能得荣耀 也使他们自己不能得安慰 但在这侍奉中最能毁掉我们安慰的是 口中虽附合着赞美的旋律 却让自己的心在其中无所事事 我们的心本该在赞美中担任主要角色 并因赞美的旋律而得复兴得振奋 8.你要时刻让自己的心在信心中思想上帝无尽的爱 是上帝的爱吸引人去爱他 被爱却不愿抱之以爱 这样卑鄙的人并不多见 对上帝应心的想法把他想成要咒诅我们 而不是要救我们 势必导致我们属天生活的终结 这无异于将值得称颂的上帝与撒旦相提并论 当我们的愚昧和不信在想象中勾勒出上帝备受歪曲的形象时 我们就会抱怨说无法爱他 也无法以他为乐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是如此 可怕的是 我们竟如此亵渎上帝 如此摧残我们自己的喜乐 圣经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说 上帝就是爱 他心中不存愤怒 他不喜悦恶人死亡 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 况且他向自己拣选的人 更多地见证了他的爱 和他要救他们的定制呢 但愿我们总能像看待挚友那样看待上帝 看到他由衷地爱我们 更胜于我们爱自己 看到他一心一意要使我们受益 所以才为我们预备了永远与他同住的居所 若能如此 心系上帝对我们来说 就不会有那样难了 爱知至深 思念也至切 也最是情不自禁 恐怕多数基督徒都看朋友的爱 重于上帝的爱 因此他们爱友伴胜过爱上帝 信赖友伴胜过信赖上帝 请愿与他们同住 圣余与上帝同住 又何足为奇呢 九 要留意观察 并珍视圣灵的感动 你的心只要能超越这世界之上 并开始熟悉蜀天的生活 圣灵对于你就会像战车 对于以利亚那样 而且 你必须遵照圣灵永生的原则 才能移动和上升 所以 你切莫让自己的响导担忧 切莫熄灭自己的生命之火 切莫卸下自己战车的车轮 你或许想不到的是 你恩赐的一切活力 和你灵里的一切喜乐 在何等程度上 依赖于你对圣灵 甘心乐意的顺服 圣灵或是督促你在私下里祷告 或是禁止你犯罪 或是为你指出当走的路 你又罔顾他的感动 就难怪天国与你的心 形同陌路了 在圣灵引你到基督面前 进入你的属灵操练时 你都不愿跟从 他又何必领你去往天国 带你的心到上帝面前去呢 时刻顺服圣灵的人必发现 在他接近全能上帝时 圣灵是何等神奇的帮助 足以使他大胆前去啊 而常逃离圣灵带领他的人 在这方面又是多么犹豫迟疑 多么笨拙愚钝 到上帝面前去又带着多大的羞愧啊 基督徒读者啊 你难道不常感到使你远离世界 去亲近上帝的一股强劲的驱策力吗 你不要抗拒他 反而要顺从他 在这旋风临到你时 乘风而上 我们越是抗拒圣灵 圣灵就越受伤害 我们越是顺服 我们上行的步伐就越快 十 为助你进入属天生活 我还要劝你切莫忽视 对自己身体健康的必要关照 你的身体若能得到应有的 而不是过分的爱护 他会成为你有用的溥义 但你若容他怀有非分之想 他则能成为最暴力的暴君 你若无理拒绝供给他生存之需 他会成为一把折磨你的钝刀子 想到人们多么经常 在对待身体的问题上走极端 能正确使用身体的人 又是何其少 我们就不会对人们 让身体严重阻碍自己活在天上 而感到奇怪了 多数人都受自己视欲的奴役 很难拒绝自己肉体的任何需要 因此 他们在该提升自己心思意念 到上帝和到天国那里去的时候 却受着肉身欲望的驱使 到游乐场 物质利益的角拙 或对其无意的同伴中去了 你只要爱惜自己的灵魂 就不要为肉体安排 去放纵私欲 反要记住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 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也有少数人是因不为身体提供必要之需 使身体无法为他们服务 从而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属天喜乐 他们亏待的若只是自己的肉身 还关系不大 但他们亏待的同时 还有自己的灵魂 正如毁坏房屋的人 也会伤及其中的住户一样 如果我们的身体有病 淋漓凋敝 对天国的思念 和为得天上喜乐的努力 也会变得无比沉重